原标题 可说是清末第一众臣 慈禧太后曾经夸赞李鸿章是再造玄皇之人 这足以表明李鸿章在大清举足轻重的崇高地位 有一年李鸿章过七十大寿 文武百官纷纷前来贺寿 就连总管太监李年英也送来一炳玉如意做贺礼 李鸿章在家中大摆延席 招待前来贺寿的客人 在寿宴上李鸿章亲自撰洗了一副寿连 这幅寿连是这样写的 上连 但将药果公分病 意思是我李鸿章已经老了 风竹残年成了药罐子 下连 未有娟哀达圣招 意思是我身受朝廷厚恩 却无以为报 真是惭愧 这都是李鸿章自先之词 其实李鸿章还是办了很多好事 立下很多功劳的 太监李连英回宫之后 将此事禀告慈禧太后 慈禧听了笑着说知道了 第二天 慈禧照李鸿章入宫 和李鸿章谈起了此事 慈禧说 咱们家里是 你也忙得多了 为何要那谦虚 意思是朝廷正值多事之秋 多亏有你里外照应 有劳你啊 何必这么谦虚 李鸿章听了 赶紧跪下磕头 说 老佛爷这话哲煞微臣了 为多出力 是臣分内之事 臣肝脑不递 在所不辞 慈禧赶紧让李连英扶起李鸿章 然后赐作 李鸿章临走时 还赐给李鸿章一件黄马挂 算是补发的受理 对此 你们有什么看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